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禁忌哪里就有突破 人类从来都是这么叛逆 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监狱是一个神秘又禁忌的地方 想起来就有些害怕 却还充满好奇 监狱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他们有娱乐活动吗 肥皂掉了到底会不会剪呢 看过日本小电影的观众们 或许知道有一种小电影的分类 叫做监狱片 不明思义 就是场景在监狱 主角是囚犯或者狱警什么的 但是大家又知道 影视剧就和童话一样都是骗人的 在一些特殊的国家 囚犯尤其是女性囚犯的生活 是我们绝对无法想象的 就比如朝鲜的女囚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我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2017年 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 向联合国表示 应当对朝鲜政府施压 停止安全官员和监察所管理员 对女性囚犯的体罚和虐待 2017年10月8日 联合国委员会 在第68次全体会议期间上 通过了这个提议 并且会见了朝鲜政府部长 朝鲜政府部长表示 外界对朝鲜监狱的指责 都是子虚乌有 所以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然而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朝鲜到底对关押的女球做了什么 以至于让联合国都要亲自下场呢 这件事还要从2016年开始说起 2016年 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 采访到了八名来自朝鲜的女性 她们都曾因为种种原因 被朝鲜政府关押拘留 在关押过程中 这些女性受到来自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虐待 接下来 读者给大家分享一个朝鲜女球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李英珠 在监狱内 李英珠被勒令盘腿坐下 双手放在膝上 她每天必须进行12小时的惩罚 不能有任何的挪动 或者跟欲有低声而语 如果被发现双方都要遭受严厉的惩罚 李英珠表示 朝鲜政府把她关起来并长时间拷问 因为她做了许多人 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离开朝鲜 2007年 她试图逃离朝鲜 成为所谓脱北者的一员 但她最终在中国境内被捕 并被遣返 坐在牢房里 她能听到外面巡逻预警 来回走动时 金属噱头发出的脚步声 听着噱子声走远 李英珠会抓住机会 和一个育友交流起来 他们在讨论的 正是再次出逃的计划 牢狱原本应该让人们 不敢再脱北 不敢再逃离朝鲜 但显然 在遭受朝鲜方面的教育后 只会让囚犯们脱北的愿望 更加强烈 李英珠的室友叫做 朴宇洪 相较于脱北的李英珠 朴宇洪入狱的理由简直可笑 她仅仅是因为偷偷在家 观看好莱坞电影被举报 就被判处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监狱内 还有很多人的罪名相当奇葩 有些人 仅仅是因为母亲或者子女 是脱北者 然后就被逮捕到了监狱中 在这些脱北者家属表示 自己无罪的时候 朝鲜方面会直接进行反驳 正是因为亲属的教育没有到位 所以才会产生脱北者 因此 他们也有罪 必须接受惩罚 在朝鲜 脱北是叛国是重罪 说是一人脱北 全家连坐也毫不为过 朝鲜的17号老改营 是李英珠所在监狱 也是朝鲜最大的女子监狱 这里关押着超过5000名囚犯 全都是青一色的女性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各位可以猜想一下 如果把5000个犯了罪的女人 关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是生孩子 读者之前曾介绍过 在朝鲜监狱内 存在一种奖励制度 表现良好的犯人 可以拥有同床的机会 结婚后 夫妻可以连续五晚共寝 生下小孩后 会随机分给父母双方 不过 在女子监狱里 怎么生小孩 又很值得探讨了 在没有男人接触的情况下 17号劳改营内 时常能够看到 有女性顶了大肚子 盘坐在水泥地板上 接受每日惩罚 每个月 监狱内部都能传出 新生婴儿的啼哭 来自17号监狱的脱北者 池善熙曾表示 在这里 每个月都会出现20名孕妇 每年都有上百个孩子出生 不过 这些孩子大多活不过两岁 死亡的原因五花八门 不过 可以基本总结为人祸 这组数字 可以说是相当夸张 女囚为什么能在监狱怀孕 其实答案很简单 当然是男预警了 朝鲜的老改营 几乎与世隔绝 在这里 预警和监狱长 拥有绝对的权利 这无形间 就让监狱变成了 滋生罪恶的温床 尽管朝鲜对外 总是不断否定 和封锁老改营内的丑闻 但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总会有从监狱中 得到释放的囚犯 脱北成功 可以面对媒体 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 很多女囚都哭诉自己 不是在监狱 而是身处人间地狱 人身尊严得不到任何保障 可以被管理人员随意地蹂躏 就比如 池善熙爆出的丑闻 据他所说 在17号老改营内部 女囚经常会遭到 预警的侵犯 甚至 她们还会故意搞出 一些恶趣味的游戏 比如收买一些 身材健术的女性囚犯 强行给她们剃头 让她们看起来像是个男性 然后逼迫她们和其他囚犯进行活动 狱警们则是以这样的游戏为乐 不光是狱警 有时候 一些朝鲜官员也会来到女性劳改营 她们的目的 其实和古代皇帝选妃 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 这些人对囚犯的所作所为 事后不会得到任何的惩罚 反而是女囚们 被勒令不许将这些东西说出去 否则行政部门 会让她们的刑期延长 甚至是将已经得到释放的囚犯 重新抓回到劳改营中 这些残酷的行径实在是令人发指 至于17号劳改营的典狱长 对此也不管不问 甚至 道貌岸然的监狱长 其实才是监狱混乱恶劣事件的最大黑手 比如 她曾作秀要维护女囚的权益 公开批评了许多冒犯女囚的工作人员 然而 背地里却色欲熏心 强行侵占了很多女囚 稍有姿色的就不放过 还拍下很多受害者照片用作要挟 很多女囚在这样的悲惨境下 想要反抗却求助无门 写了投诉信也被驳回 只能默默忍受无休止的折磨和痛苦 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个例 在朝鲜很多监狱里都发生过类似的悲剧 因为监狱管控的漏洞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 赋予了狱警和监狱长们过大的权力 却没有形成相应的监管制度 所以 他们可以随意侵害女囚 而不需要为罪行买单 除了遭到侵犯之外 朝鲜女囚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2023年 据韩联社消息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被关押在朝鲜平安道和黄海道等地监狱的数十名囚犯 因为缺粮问题 集体越狱 这些囚犯在逃跑过程中不仅疯狂抢夺粮食 还犯下累累罪行 对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不良影响 虽然朝鲜政府迅速采取措施 搜捕可疑人员 但至今仍未将越狱人员抓捕归案 越狱事件在全球各地都十分常见 但因为吃不饱饭而越狱的 读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据说近两年来 包括平安道劳改营所在内的三座地方监狱 有700多名服刑人员饿死 为什么会出现囚犯饿死现象 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朝鲜粮食减产 再加上政府从去年10月起 开始管控私人粮食交易 使得粮食分配出现严重问题 导致部分地区饿死现象频频发生 朝鲜监狱内的囚犯 每天的饮食只有一杯水 以及一点点磨碎的玉米蟹 虽然吃得少 但他们要干的活可不少 女性在监狱内可以得到些许的优待 每天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就可以 工作内容大多是开采石头或者挖煤 这样剧烈的体力劳动 仅仅靠一点玉米蟹 肯定是无法支撑的 因此 许多朝鲜囚犯的体重 都在入狱后急速下降 有些人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体重就能猛跌几十斤 事实上 像是李英珠 池善熙这样的 能够成功离开监狱 最终来到韩国避难的人 已经算得上是无数人羡慕的姓云了 因为大部分的朝鲜女球 根本就等不到刑期结束 就死在监狱中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